玄奘在纳兰陀寺学习五年之后,又开始到印度各地游历,一晃离开祖国十几年,玄奘的思想之情越来越多。 就在他决定马上东归回国之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母校纳兰陀寺一片光芒,森林全国,这个梦遇事了什么呢? 此时的玄奘又该怎么办呢? 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前文中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何去何从? 玄奘在纳兰陀寺不仅生活上得到非常特殊的优感,在学习上也得到了戒贤大法师的亲自教会。 从公元632年到公元636年,玄奘法师一直在纳兰陀寺前行攻读,学业大涨。 五年时间很快过去了,戒贤大法师告诉玄奘,你的学业已成,应该早日回国去传播佛法。 玄奘离开了纳兰陀寺,但他并没有回国,而是到印度各地游历去了。 玄奘为什么不听从戒贤大法师的劝诫? 后来又是什么原因,是玄奘突然归心四肩? 而就在玄奘决定回国之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重返纳兰陀寺? 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前文中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何去何从? 上一讲讲到,玄奘在纳兰陀寺五年的留学生涯,是非常辉煌的。 旭高僧传,玄奘传里边有这么一段话。 法师与纳兰陀寺,钻研于且,金鱼五年, 承兮无粹将是博弈,未人东悬。 玄奘法师在纳兰陀寺,集中所有的精力, 以此为这个第一位,重要地位第一位的, 专研于且施地论五年,非常勤奋。 但是呢,他还僵士博弈,也就是说什么? 还打算接着去学习别的东西,未人东悬,没有下决心回国。 玄奘在纳兰陀寺,刘雪王国并没有下决心回国。 贤戒约,戒险法师的态度很有意思。 戒险法师毫无疑问,是非常欣赏玄奘的, 非常看重玄奘的,在这个当口,当玄奘还想留在印度继续学习的时候, 应该说,戒险法师应该是支持的,或者开心,很高兴的。 但是这个时候,贤戒约,告诫玄奘,怎么说的呢? 法规流通,喜喜独善,更参他步,恐失十元, 智慧乌鸦也,为佛乃穷,人命如露,非但哲息,既可还也。 法规流通,佛法的很重要的一面,是要流通, 要传播,起欺独善,难道可以过度的考虑独善其身, 不断的完善自己,而忽略了传播佛教的使命吗? 更参他步,恐失十元,你如果除了于且大乘有宗,除了于且派,除了于且失地论以外, 你还想去学习别的不派的话,恐怕会失掉时机和机缘, 会失掉传播佛教的最佳的时机和机缘, 也就是说,戒弦法师,隐隐约约有点感觉, 玄奘你应该回国了, 智慧乌鸦也,为佛乃穷, 智慧是无边无际,浩如烟海的, 只有佛,才能够穷尽一切智慧, 人命如露,人的世俗的生命, 就像朝露,飞弹即戏,说不准的, 你这个早晚的事,也许突然就发生了, 即可还演,非常明摆地告诉玄奘, 你应该马上回去, 而玄奘法师回答戒弦的话, 非常的,模棱两可, 竟敢闻命义, 一语难寻诸国, 环图北纸, 以高昌西言不可为业, 这话莫名其妙, 就学长说, 是,老师您说得对, 我恭恭敬敬地, 听到了您的指点, 但是呢,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难寻诸国, 我还往南走, 往印度那边走, 归途北纸, 我回头往往北纸, 这是纯粹的废话, 你归途当然往北纸, 你再往南纸, 走到印度洋去了, 而他又, 为什么我要北纸, 他莫名好像说的这句话, 好像总归觉得心里没底, 为那么明白的一句话, 还加了一个补充说明, 为什么, 他当初和高昌王菊文泰, 也就是他的这个国王哥哥, 是有约定的, 你求法回来的时候, 别忘了经过我高昌, 这句话有必要说吗, 这句话跟前面的话, 有什么逻辑关联, 没有的, 而历史的记载是, 遂守徒, 玄奘就走了, 就把戒贤要求他, 最好马上回国去传播佛教, 这个劝戒啊, 自知不顾, 玄奘走了, 借贤大法师, 不仅是玄奘的恩师, 也是纳兰陀斯, 这座佛教最高学府的校长, 玄奘作为一名虔诚的佛学弟子, 同时, 也是纳兰陀斯的留学生,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去南寻中国, 而对借贤大法师, 让自己回国的劝戒, 置之不理呢? 玄奘法师对借贤的尊重, 毫无疑问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 这次为什么显然没有接受, 借贤大师的有足够理由的意见呢? 依然坚持要南寻诸国, 以后来玄奘的行踪来看, 玄奘除了对印度, 难免的恋恋不舍以外, 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好的一段时间, 有过留学经历的人, 都能理解, 无论你对你自己留学的国家, 有多么的不满意, 你遭受到多大的委屈, 你坚持过多大的苦难, 真要走的时候, 你会恋恋不舍, 那我自己就有这个经历, 因为我觉得我能理解这个心情, 除此之外, 主要还是想在印度, 辩访, 哪兰陀寺以外的, 学府和高僧, 也就是玄奘, 从对哪兰陀寺的顶礼膜拜, 这个阶段, 通过五年的学习, 已经开始明确的意识到, 哪兰陀寺也有所不足, 并不能囊括当时佛教世界, 所有的学说和精华, 所以他想学习, 哪兰陀寺没有能够提供的, 或者尽管提供了, 但并不让他满意的东西, 很明显, 哪兰陀寺的五年留学生涯, 让东土的玄奘成熟了, 作为一个学者, 他成熟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 戒显法师没有料到, 我想玄奘法师本人也没有料到, 这一次本来是应该不太长久的南巡, 居然耗时五年左右, 跟他留学哪兰陀, 时间是一样的, 在这四五年里边, 玄奘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首先, 他辩访以前没有到达过的印度的其他地区, 逐渐走到了印度的最东面, 也来到了印度的最西面的朗杰罗国, 印度半岛的最西面, 朗杰罗国, 在这里又留下了这么一段扑朔迷离的记载, 什么话呢, 西南海岛由西女国, 皆是女人, 无男子, 多争获, 辅苏辅林, 辅林王岁浅丈夫配业, 起诉产难, 立皆不许。 他说在印度西面的大洋里边, 因为印度西面已经是另外一个大洋, 里边有一个女国, 这个女国是辅苏与辅林, 辅林应该是那时候指罗马, 罗马的一部分, 而这个国家呢, 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罗马国王啊, 每年啊, 派男子上岛, 去跟当地的妇女呢, 去交配, 生下男的, 不举, 不抚养的, 所以这有一个女国, 这个当然, 又刺激了西游记里边, 关于女儿国这种想象, 这个记者, 玄奘留下的关于女国的记载, 不止一条, 除了他记载, 相当于今天中国西藏境内西部, 存在女国以外, 在这里又留下了一个关于女国的记载, 第二, 所谓的南巡, 在本质上, 就是一次长时间的游学, 只要遇见学有所长的人, 玄奘都会停留下来, 其中最重要的是, 玄奘花了一到两年的时间, 专门跟一位高僧, 叫圣君, 繁文名字叫Jayasena, 学习, 圣君是当时印度和戒显法师, 齐名的学者, 但他不在哪兰陀寺, 他不在哪兰陀寺, 玄奘从他那里, 学到的东西就不少, 是哪兰陀寺里根本没有开设的, 或者哪兰陀寺不重视的, 这么一些内容, 他跟圣君学习, 这一切都足以说明, 玄奘不仅拥有超越常人的, 旺盛的求知欲望, 也表明, 他对哪兰陀寺和戒显大师的态度, 是尊重而不盲从, 这应该说, 是一种极其健康的, 求知的态度, 那么我们能不能这么推论, 既然他拒绝了, 非常婉转的拒绝了他的老师, 戒显法师要他马上回国的这个建议, 他又自己决定去南游印度, 是不是这意味着玄奘的心理, 不想回国呢, 像早年的一些留学生一样, 一去了就咬如黄雀, 再也不回来了, 玄奘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我想大家心里都会有这个怀疑, 你明明已经学成了嘛, 而且界贤校长已经认定你足够资格去传播佛教了嘛, 而且已经给你做好准备要你回国了嘛, 你不回, 找了一个借口离开哪兰陀寺, 在南边一逛, 逛了五年, 你是不是不想回国呢, 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我们不从一种纯粹的因果关系去推论, 我们从历史事实来判断, 玄奘的人虽然还在印度, 但是他的心已经开始飞回遥远的故乡, 唐朝的中国,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 玄奘呢, 看到了一尊菩萨, 那么这尊菩萨呢, 在当时印度的传说当中, 他有某种灵验, 就像这个今天我们也理解, 比如我们会传啊, 哪个庙里哪尊菩萨好像能帮助你考大学分数高啊, 那么你考大学之前, 那你爸爸妈妈都会冲过去啊, 烧炷香, 表达良好的祝愿, 这个不能拿那种所谓唯物唯心主义去, 简单的加以论断, 没有意义的, 那么这一尊菩萨也是在当时印度的这个传说当中, 有因特别灵验, 你可以去饰演他, 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你可以去饰演他, 玄奘就在这里, 买了各种各样的花, 把他穿成好几个花环, 小的花环, 跪在菩萨面前礼拜, 提出三个要求, 要求这个菩萨能够显灵, 给他一种提示, 告诉他这事情会是怎么样, 哪三个要求呢, 第一, 我在这里的学习啊, 求法马上就要结束, 如果可以在回国的路上平安无事, 希望花环停留在菩萨的手上, 那个菩萨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或者一个什么动作, 他把这个花环按照当地喜欢抛出去, 这个也是很多啊, 我们现在庙里边, 还有很多拿一个硬币啊, 飘在, 要扔在这个中上啊, 坦塌啊, 这样一个啊, 或者这个都很抛物, 来求某种起事, 所以, 如果我能够平安回国的, 希望这个花环停在菩萨您的手上, 说明第一个志愿就是回国, 第二, 如果我的福慧, 我的福气和我的智慧, 可以使我如愿以偿的, 生在米勒菩萨的身边, 希望花环啊, 停在菩萨的壁上, 一个是手上, 一个是壁上, 他第二个志愿, 那也就是说, 尽管他以很开放, 很多元的态度学习, 他还是认为, 自己心目当中最重要的是弥勒菩萨, 也就是说是于且派, 他是既开放, 又有坚持自己的本来的意愿, 第三, 佛教说, 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一些人是没有佛性的, 这是佛教史上的大问题, 就有没有佛性, 佛教史上有一些观点说, 有些人是没有佛性的, 没有佛性的人是不可能成佛的, 佛教史上还有一派观点, 就著名的一禅题皆能成佛, 就是都能成佛的, 这是两派观点, 在中国后来很流行的是后裔作, 这跟中国后来满街都是圣人, 这种传统的思想是有关联的, 中国人比较信奉一禅题皆能成佛, 不管你做什么坏事, 你只要马上回过, 放下土刀, 一地成佛, 就说你做的坏事都可以不算的, 但印度不是, 印度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他说, 我呢,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究竟有没有佛性, 如果我有佛性, 并且可以修行, 最终成佛, 希望花环啊, 停留在菩萨您的颈部, 就能够套在菩萨的脖子上, 玄奘发完这三个愿啊, 也设置了三个这种条件, 玄奘礼拜以后就把这个花环抛出去, 抛出去以后呢, 当然就每一个玄奘希望的地方都有花环, 脖子上, 手臂上和手上, 大家可以看到, 玄奘的第一把回国放在成佛之间, 玄奘发的第一个誓愿是希望回国, 成佛是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他希望能够知道的啊, 这个结果, 公元六百四十年, 玄奘法师已经四十一岁了, 离开自己的祖国已经十多年了, 那个时候, 他正在跟从圣君法师学习, 这个时候开始强烈的思念故国, 决一冬归, 那时候他决一冬归的时候并不在哪南陀寺啊, 在圣君法师那里, 我相信, 这个时候的玄奘, 应该是归心事件, 迫切的程度, 丝毫不会雅于, 他偷渡出关, 悉行求法的时候, 但是, 他并没有直接启程, 那么, 究竟是什么, 严阻了玄奘回国的脚步呢? 玄奘在印度留学十几年了, 思想之情越来越浓, 就在玄奘归心事件, 并且下定决心东归的时候,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阻碍了他回归祖国的脚步呢?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 复旦大学前文中教授奖, 玄奘西游记, 何去何从? 已经在印度求学十几年的选藏, 终于下令决心, 准备东归回国。 在这一段的时间里, 玄奘法师的梦啊, 特别特别多, 经常做梦, 这个我也有自己切身的体验, 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 临回来的时候, 也是梦特别多, 在德国留学期间没空做梦, 那天天因为要读书, 要抓紧时间读完, 读完了以后累的, 有时间就睡觉, 但是到回国前, 恰恰是一段心啊, 没着没脑的, 突然开始会睡眠不好, 会做梦, 做各种各样的梦, 我自己就有过这经历, 所以我能理解, 玄奘的梦啊, 各种各样的梦都做, 就有这么一个梦, 改变了玄奘的形成, 也就是这个梦, 把玄奘推上了留学生涯的巅峰, 也正是这个梦, 使玄奘成为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 恐怕是人类历史上, 几乎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留学生,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呢, 这就要从头讲起, 就在玄奘决心回果的时候, 他的梦, 众多的梦当中, 出现了一个极其奇怪的梦, 这个梦, 毫无疑问, 伴随了玄奘一辈子, 以至于到晚年, 生命俱态, 如日中天, 成为国人导师的这么一个玄奘, 还没有忘记, 原原本本, 把这个梦的每一个细节, 告诉, 亲口告诉了他的得意弟子, 在梦里边, 辉煌的哪兰陀寺, 一片荒芜, 僧侣因种前无, 僧侣已经找不到了, 庙里边没有一个僧侣, 居然在神圣的佛教圣地, 最高的学术中心里边啊, 已经记着好多水牛, 那都梦, 这个哪兰陀寺里都是变成牛眷了, 就是, 玄奘从他最早被安置居住的, 他梦见了自己啊, 刚到哪兰陀寺住的第一个地方, 戒日王西院的那个西门, 大家还记得他住在四楼, 他被安置居住在四楼的, 走进去, 看见他住过的四楼的房间, 四层楼上啊, 有一个金颜色的人, 相貌庄严, 散发出来的光芒, 照亮了整间屋子, 玄奘内心觉得欢喜, 他当然知道这是个佛, 一个神啊, 但是怎么都走不上去, 他想走上四楼, 怎么都走不上去, 只好请那个人下来, 那个人就说, 大家还记得这个金色的人吗, 他曾经出现在戒贤大师的梦里, 这次也出现在戒贤大师的得意弟子, 玄奘法师的梦里, 这个金色的这个人, 这次开口一个人一个像啊, 不一定是个人了, 他当然不是一个人的, 他说, 我是文殊菩萨, 就是当年托梦给戒贤法师的那个菩萨, 说你有树叶, 那玄奘那时候, 玄奘当然还没有成佛, 他身上还有树叶, 还有前世的一些叶抱在他的身上, 所以你上不了楼, 你别着急, 你怎么也上不来, 说着文殊菩萨就手啊, 就指着那兰陀寺的围墙的外面, 说你看, 玄奘抬头一看, 室外便火光冲天, 村庄化为灰烬, 这菩萨就跟他说, 你应该早点回去了, 这个地方十年以后, 戒日王教驾崩, 印度将会荒芜, 陷入混乱, 会出现很多恶人, 相互攻击, 你要想明白啊, 文殊菩萨就托了这么一个梦给玄奘, 玄奘在纳兰陀斯留学五年, 对母教有着深厚的感情, 难道十年之后, 纳兰陀斯真的会被毁灭吗, 已经决定择其回国的玄奘, 被这样一个奇怪的梦, 扰乱了心情, 文殊菩萨为什么要拖这样一个梦来, 这个梦预示着什么呢, 玄奘此时该怎么办呢, 玄奘醒过来, 觉得很奇怪, 就把这个梦啊, 圆圆本本的告诉了圣君论事, 大家知道古人也大凡要做了一个梦, 不像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如果做了一个梦, 两种态度, 一种, 你都不理他, 一梦, 我理他干嘛, 还有就是啪这个钥匙, 这梦里边坐建, 我跌进一勾里了, 第二天走路, 先看看有没有勾, 古人不是, 古人要解梦, 那古人的态度有时候是很严谨, 像要跟人讨论, 或者去查梦书, 所以玄奘就去跟他当时的老师圣君去解这个梦, 圣君啊, 看来真的是一代高僧, 他之所以能够跟戒贤齐名, 不是浪德齐名, 他讲, 世界不安宁, 世界本来就是不安宁, 佛法就是无常的, 也许真的会如此, 既然有了这样的告诫, 我看还是你呀, 自己拿定主意吧, 玄奘因为这个梦, 决意回国, 但是, 这个梦里边出现的不是长安, 不是洛阳, 而是纳兰陀寺, 出现了这个玄奘恋恋不舍的, 在那里度过五年留学生涯的, 得到了大家广泛的照顾和尊敬的南兰陀寺, 这五年刻骨铭铭的时光, 加上那里有自己的恩师界贤, 那里有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 也许玄奘还会想起他的那部汽车啊, 就是那头大象, 也在那兰陀寺, 所以这些哪里就可以轻易的忘记, 玄奘自己也清楚, 这一回国, 基本上是不可能再回来, 这古人不像我们, 我今天一个飞机回来, 明天一个飞机回去, 古人不会有这种想法, 人的思维世界是改变的, 我们必须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去理解, 你才能理解他, 不然你会觉得他一切都是迷信, 一切都是荒谬, 我觉得这是一种现代人的狂妄, 是没有意思的, 那玄奘这一别, 对于玄奘来说, 不是斩别, 是永别, 再次相见, 恐怕就只能在佛国了, 那在玄奘的心目当中, 当然希望能够在米勒佛面前大家相见, 所以就玄奘而言, 既然菩萨, 托了一个如此不吉祥的梦给他, 那他一定在回国前会怎么样呢, 再绕道回到纳兰陀寺, 去看纳兰陀寺最后一眼, 这难道不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 因为梦见纳兰陀寺十年后将遭毁灭之灾, 玄奘决定在回国之前先绕道去纳兰陀寺, 再看武校最后一眼, 然而令玄奘没有料到的是, 一回到纳兰陀寺, 玄奘的回国计划就无法实现了, 那么是什么事情拖住了玄奘东归回国的脚步呢? 这一耽搁, 又给玄奘的留学生活带来了什么巨大的影响呢?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前文中教授讲, 玄奘西游记, 何去何从? 玄奘决定在回国之前绕道回纳兰陀寺, 在最后看一眼, 生活过五年的梦想, 玄奘就回到了纳兰陀寺, 但是这一回去, 就没有能够顺利的马上就走, 就被他的老师戒贤法师啊, 一把给抓住, 抓了个猜, 抓了个什么猜呢? 戒贤法师派得意弟子玄奘, 给大家开课, 讲摄大成论, 为师抉择论, 这种非常高难度的佛经, 打个很恰当的比喻, 也就是说, 让外国留学生玄奘留校任教, 不让你走了, 给你个教职, 而且不是一般的留校任教, 是让他讲难度最高的课程, 这就好比, 是让一个中国留学生, 留在英国的剑桥, 或者牛津, 讲莎士比亚, 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就是, 那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荣誉, 也就说明戒贤法师, 对玄奘这个留学生, 是多么的亲眼相加, 中国的留学生玄奘, 当然不会让这位, 这个都一百多岁了, 就老神仙了, 当然不会让自己这个老校长失望, 那兰陀寺是像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高等学府一样, 奉行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当时有个高僧大德叫狮子光, 狮子光, 正在给大家讲中论, 百论, 阐述自己的见解, 攻击于切实地论, 大家看, 那兰陀寺的学风是多么的自由活泼, 戒贤法师就是于切实地论的全世界一号专家, 居然有个老师在这里讲课, 就指着你校长的专业在批评啊, 但是没事, 相安无事, 戒贤法师呢, 并没有把狮子光赶出去就是, 不让你讲课, 而是派自己个得意弟子, 同时也开一门课, 来讲我的道理, 狮子光, 显然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在玄奘面前啊, 节节后退, 而他门下的学生, 也渐渐地离开了他, 汇聚到玄奘法师的门下, 也就是说等于两个教授, 知名教授, 在那里开课, 你开始有两百个学生, 选你狮子光的课, 大概只有一百个选玄奘的课, 听到后来这两百个都跑玄奘那里去了, 就不听你的课了, 狮子光, 当然觉得就很没面子, 在这边很没面子, 狮子光一看, 自己辨不过玄奘, 觉得大师面子, 在哪兰陀市啊, 待不下去了, 就开始啊, 离开哪兰陀市, 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个狮子光实在是有意思, 你离开就离开了吧, 他咽不下这口气, 他实在咽不下, 就输给一个, 这也很好理解, 你如果在英国牛津剑桥, 你说一个英国的教授, 鼎鼎大名的大教授, 讲莎士比亚, 讲不过一个中国留学生, 那当然心里很窝火了, 所以呢, 狮子光呢, 就叫了自己, 东印度有个同学, 叫詹陀罗森哈,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权德勒是月亮的意思, 森哈是狮子的意思, 叫月亮狮, 他叫狮子光, 他叫那个叫月亮狮子, 来和选长挑战, 希望能够替他出出气, 谁知道啊, 这个同学比他更有意思, 这个月亮狮子啊, 来了以后, 一听玄奘的课, 居然就吓得, 连声音都不敢发, 那就什么辩论都没有, 那么这个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呢, 法师声誉一声, 玄奘的声望, 一下子就高起来, 在哪兰陀士, 在这个印度佛教节, 声望越来越高的玄奘法师, 回国的计划, 却越来越遥遥无期, 而后来, 在纳烂陀寺, 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更是玄奘始料不及的, 那么,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身欲大政的玄奘, 在此后, 情愿或或者不情愿的, 主动的或者被动的, 被卷入到一连串的辩论当中, 对手越来越强大, 辩论所玄的, 胜负讲成条件, 越来越扣人心悬, 辩论的舞台越来越大, 从哪兰陀士, 到印度全国, 规格越来越高, 从戒险法师到场, 到国王亲自到场, 东土高僧玄奘的名字, 随着一场接一场的辩论, 在佛教的发源地, 在佛教世界的中心印度, 响彻云天, 越来越响亮, 那么这一连串的辩论, 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 是玄奘在印度, 求法留学生涯的终点, 也可以把它看作, 是回国的前奏, 用一句玄奘法师, 绝对不会认同的比喻来看, 这些辩论什么呢? 收明定价, 什么叫收明定价呢? 我到印度, 求法留学十年, 我现在已经要把我的名声建立起来, 这个价当然不是指世俗的价值, 价格, 而是指把我的名望最后确立起来, 这一串的辩论, 是一个风水岭, 一方面, 起到了对自己留学生涯的一个总结, 彻底奠定了自己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留学生之一的这么一个地位, 另一方面, 又为自己回国, 弘扬佛法, 创立一个佛教宗派, 在很大的程度上, 很深的程度上, 影响了中国佛教乃至汉语佛教的世界, 奠定了一个最良好的开端和一个极高的起点。 那么, 这一连串的辩论都是怎样发生的? 它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它的结局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请继续关注《玄奘机有记》第三部